二战末期,日本在太平洋海战中连连失利 大量日军弃船,逃进了附近的海岛 除了日常被炸弹送温暖以外 最让日军难以忍受的问题,还得是饥饿 在瓜岛,陆军马路死伤无数 净万军士被饿成了皮包骨 简直狗剑都摇头,再不甘为耳 就算你把粮食藏进裤裆 还是防不住偷盒饭的手 几内亚,司令部严令不准食用占有的尸体 然而却挡不住,总有人打破军贵吃毒食 散落在其他小岛上的更是啃树皮吃泥土 数不甚数,然而此时有个地方确实例外 它就是舌尖上的拉宝 而这就不得不说一说 那个自带神龙的Buff 号称东营点龙中狼将 拉宝生产建设专家,日本大将金村军 1886年,金村军出身于日本工程县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出厂设置没有校对好 此军从小变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 或许是吃的太少,发育太晚 金村军在9岁的时候还无法控制自己 喷补而出的洪荒之力,依旧尿康 看着泛黄的床单,他父母一群死 这样下去也不是反反 于是便开始每天晚上定时 喊他起来上厕所 这一办法呢,尽管没有缓解尿康的毛病 但是完美地解决了金村军 在上课时睡不着觉的坏习惯 然而世界万物皆有利弊 尿康的经历也让金村军 在梦中学会了一项过硬的游泳技术 这也为他以后遨游太平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秉承着那句 我命有我不有天 起初呢,金村军还是有着非常远大的理想 他立志成为像叶丽清那样的经济学家 一开始家中还是很支持他的想法的 然而当母亲看了他的数学成绩后 很是欣慰地劝解道 要不咱们还是还个理想吧 也不知是母亲的劝解起到了作用 还是金村军突然开窍了 一天参观完日军 在青山陆军的练兵场举行的阅兵时 仿佛一道天光 打通了他的任督耳脉 他当即下定决心要当一个太军 在家里的帮助下 金村军如愿考入了日本陆军大学 也许是因为经常把裹脚步缠在头上的缘故 导致很多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岛国人 智商受到了限制 金村军尽意外的以全校第一的成绩 获得了天皇刺刀的殊荣待遇 然而王炸的开局 却架不住一手的缺牌啊 金村军常常因不够缺德 和上级格格不住 满枪报复的金村军 在上级的安排下 却在后勤拿着军刀洗裤兜 直到1938年 昆仑关战役血奔 这时上级想到了这个 皇家带刀祖出身的金村军 于是紧急派遣他去顶杠 但谁也没想到呀 他带着数万的青庄式军 居然和当时国军唯一的一支机械化部队 打得又来又回 明显智商在线的金村军 很快便又受到了排挤 再一次作为了戒盘响 被一纸调令安排到了南阳 去此刻银河 当时的日本 陆军和海军的关系 形同水火 然而金村军确实个意外 作为三本七成八的牌友 他们经常一起合伙赌博 把对方赢得人养马饭 以至于后来军中传言 三本和金村的赌博组合 是当时海陆军合作成功的典范 话说两头啊 刚登上运输舰的金村军 很快便被整了一个大伙 再前往找挖的途中 正值海战起见 前一秒运输舰长 还在慷慨激昂的 给金村军科普日本海军 如何如何牛逼 后一秒便突然被一枚鱼雷 一发入魂 给金村军提供了一次 拥抱大海的机会 浸泡在游雾中的金村军 这时一点也不慌 回想起小的时候 遨游孟海的经历 化身为游泳大拿的金村军 凭借着熟练的狗袍 以及欧皇附体的气韵 在历经了三个小时的漂流后 带着满身的游雾成功登岛 此后日本海军马路 将此次的事故 甩锅给了日本的休斯顿号 然而当时的美国 这艘众巡哪来的鱼雷呢 也是欺负陆军读书少 金村军被虎得一愣一愣的 后来在海军与陆军的 撕逼的回忆录中 海军摊牌了 没错那艘运输舰 就是有军自己继承的 怎么样吧 金村军知晓后 血压都有点上涌 不过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 以当时海陆军之间的关系 没有站在甲板上 拿着机枪补刀 就已经算是人之意境了 金村军平静的安慰了自己 随着美军战争机器的全力发动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局势 日渐进战 金村军在见识了中途岛海战 刮岛拉锯战 以及所罗门海战 海军马路呢 被各种花式的吊打之后 金村军可算是明白了 这是要弯纳 而此时的金村军 早已被安排到了拉宝 巨守战地 相对于其他同样开局一个岛 却只会打架结舍 执着于一时口服的陆军马路 金村军明显属于高端玩家 他坚决贯彻 深挖洞广机梁的生存法则 带着十四万的部下 在岛上挽起了绝地求胜 当时还被完全丧失 治海权的前提下 金村军求得日本农林省 送来的农具种子 并调来了农业专家 教他的部下种植粮食作物 然而这群几乎 只握过枪杆子的大老粗 突然种起了地 那还真是大姑娘做花叫 头一回呀 结果也是相当的令人满意 他们所种植的粮食作物 要么水土不服 胎死腹中 要么疾病虫害 颗粒无兽 就算运气逆天 长出点东西 也都是喂了鸟 无奈金村军 只好去找当地的土著取进 这时呢 也不得不感慨 高端玩家的前瞻性 正因为一开始 没有大肆的掠夺 土著对他们并不是特别的反感 于是便有了 接下来的一段 开挂剧情 在金村军受益下 军队开始大量种植 当地高产作物牧鼠还从土著那里换来了 一些家禽深处繁殖滋养 并安排人手 开始捕鱼六鸟 很快的 金村军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温饱 他们岛上最充足的资源 椰子 也玩出了各种花样 用椰子水制糖 椰子花蕊酿酒 椰子肉也用来榨油 生活一时惬意无比啊 一天当金村军 吹着海风 喝着椰子水 看着面前上空呼啸而过的 好大一辆战斗机 此时金村军才突然回想起来 我们这是正在打仗啊 可不能这么在农业的路上越走越远 痛定思痛的金村军 开始组织人手 将部队中所有的高知识贩子组织起来 成立了一个军需研究所 四处收集美军丢下来的各种哑弹 开始研究维修 甚至还用辛辛苦苦 攒下来的坠机的零件 你一锤我一锤 凑出了简易的台积炮和飞机 估计要是时间条件允许的话 指不定连坦克都能被他们锤出来 时间来到了1945年 小日子逐渐过得有点艰难的岛国人 对世界宣布投降 联盟军这边开始四处接受俘虏 于是便派请了一支三千人澳军 去接收拉宝 金村军同时也收到了日方的投降传讯 然而到澳方指挥官 第一次看到金村军的那一刻 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在日本本土补给线完全断裂的情况下 还能油光满面的金村军 着实也让澳方油然而生了几分敬意 神人啊这是 得是有多好养才能在如此逆境之中 养得标肥体壮 可接下来的投降汇报 澳方表情逐渐诡异起来 毕竟金村军口中14万的残存病例 那可太唬人了 许是看到了澳方指挥官微微抽出的嘴角 金村军马上拍着胸脯打保票 他们是真的诚心投降啊 请放一百个心 于是到了约定正式投降的日子 当三千名的澳军 看着岛上密密麻麻的军列时 所有人都沉默了 与其他岛上的日军 骨兽灵巡的形象比起来 眼前这十万多人 穿着干净整齐 精神奕奕的 澳军指挥官回头望了望 自己身后的三千名士兵 有那么一瞬间 他是真的有点想扭头跑去搬增援呢 然而日军却将自己的武器 擦得赠光瓦亮的摆在澳军的面前 在道路两侧 夹道欢迎澳军的到来 那既然金村军陈业都浓郁到了 只差把自己反绑起来的程度 澳军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开始正式接受这批俘虏 随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因为以前日军是为了躲避轰炸机的友好问候 大部分的时间都缩在了地下修建的军事防空洞 而现在不需要再躲藏了 大量的住所变成了难题 正当澳军头痛之际 金村军便自高奉勇的组织人手 帮澳军修建起了住所来了 更是干出了为自己修建俘虏营的意大利行为 最后还贴心的为俘虏营的四周围上了一圈铁丝网 然后心满意足的住进了俘虏营 并为自己锁上了牢门 看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澳军都怀疑自己才像是战败国的俘虏 此外金村军料定 岛内刚经受了战争的洗礼 百废戴心 估计他们这一大帮子人 回岛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负担 便和澳军商量 推迟一年再遣返 这一年里 金村军将他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继续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于1946年 金村军收拾所有家当 带着大量的粮食回到日本 凭此呢 为自己的晚年生活 储存了一笔养老金 据他后来所说 当时在岛上研究的各种资料 已经全部销毁 尽管金村军在二战后期 没有参与什么大规模的战役 也没有出现屠戮百姓的事情 但是依旧不能掩盖 他前期在战争中 犯下的累累罪行 最终在军事法庭上 金村军被判处了十年牢狱 辗转多次后 被关在东京的朝鸭监狱服役 刑满释放后 他开始申去简出 反省战争的罪孽 十一年后病逝动静 期间他还写过了 几本个人回忆录 视频的结尾 小编想说一句 这里并不是再为此军洗白 无论是否自愿 当年日本挑起的进化战争 不可饶恕 大家当铭记于心 无辈自强 国家才能深深不息 繁荣富强